全球经济风险升高,外资撤离亚洲 美国房市持续衰退,QE2又将到期 欧洲债性危机也卷主重来 加上中国紧急降温,全球经济利空连环爆 国际热前急着回流美元资产避险 亚洲股市成为外资提款机 导致各国股市连日重挫 5月以来韩股跌幅8.6%最惨 其次是中国上证跌6.5% 日股、韩股也都超过3.5% 台股相对抗跌,仅跌2.4% 据南韩交易所统计 外资已连续10个交易日大砍韩股 让韩国本土法人也吞不下去了 昨天跟着一起倒货 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 4月耐久才订单减幅达3.6% 创半年来最大幅度 反映出全球飞机、汽车等需求 受日本311强政供应锻炼的影响 也为美国经济复苏重下阴霾 失落的基金经纪人担忧 全球经济实况开始走皮 企业获利势必受到影响 但台股本土法人认为 全球股市第二基拉回是正常的 简以逢低布局 电子最坏的时间应该过去 电子会上来 你一点一月就要选总统 所以这个行动也不会太差 台股整理之后应该会上去 现在是5月 可能要这样做到6月中 我觉得那个时候呢 不只是台湾这里会上来 全世界都会上来 董新闻台北报导